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Rick and Morty中相当猎奇的一集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在小黄的记忆里 上一次全家人整整齐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还是去年圣诞节那天的事情 今天人这么全 那是因为爸爸和姐姐追了整整三个月的狗血爱情剧 终于要大结局了 结局竟然被月片无数的爸爸给猜中了 看来这部剧是有够低能无聊的 老爷大白吐槽 这个大垃圾泡沫剧有啥好猜的呢 不过爸爸好不容易聪明一回 当然不想被大白蒂死 于是反驳说这剧全美收视率第一 你有本事找个比他还好看的剧给我们看看呢 大白脸上浮现出得逞的笑容 就等你这句话呢 把机顶盒拆开 将外星球无限晶体装了上去 这样他们就能看到其他智慧星球 甚至是平行世界的电视节目了 这些节目乍一看非常奇葩 仔细看那是极其的奇葩 就比如一部关于吃Shit的电影 这电影呢也没啥剧情 就是一直在那吃Shit 一部命案发生后 凶手立刻自首的侦探剧 一个满眼都是蚂蚁的电器推销员 在喋喋不休的推销家用电器 这个星球所有人眼睛上都长有蚂蚁 一个推销假门的广告 这些假门的装在墙上却不能打开 其中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引起了爸爸的注意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他竟然是个明星 并且登上了最火的访谈秀 经常被嘲笑为失败者的爸爸兴奋起来 他非常想看功成名就的自己 过着怎样奢华的生活 可大白呢却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问大家是想看无限次元的奇葩节目 还是想看无意义的 另一个平行世界自己的生活呢 结果大白大失所望 即使知道没有任何意义 但爸爸妈妈和姐姐 还是想看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于是大白掏出个VR眼镜 这个眼镜可以扫描视网膜 可以让佩戴者观看 另一个世界的自己所看见的一切 看着几人争相恐惑的 抢动眼镜的样子 真是肤浅的人类 可小黄却没有加入他们 依然淡定的坐在那里 一个14岁的孩子 不对自己的无限可能感到好奇 挺不可思议的 毕竟人们很会为自己的不如意 找到借口 要不是当初怎么怎么样 那我现在肯定就怎么怎么样了 人们说这件话 无非是想表达 我现在的弱情有可原 理所当然 其实他们也可以很强 不过这种强永远是个幻想 如果真的有机会 让他们再次证明这个幻想 他们的结局真的会改变吗 现在眼前的这个眼镜 就是可以证明这一家人 本可以不平凡的机会 爸爸饥渴的抢过眼镜 发现自己正在和德普吃面粉 原来这个世界的爸爸 认识这么多名人 玩的这么嗨 还在轮船上和女明星共度春秋 老婆总说自己失败没本事 你看 要不是你这个婆娘当我 我本可以这么优秀的 妈妈不甘示弱 戴上眼镜 看见平行世界的自己 不再是个兽医 而是个堂堂正正 给人类做手术的医生 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很显然 如果没结婚 妈妈过得也会很不错 姐姐抢过眼镜 发现好多平行世界里并没有自己 而有自己的世界 生活跟现在一样无聊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爸爸妈妈如果功成名就 就不会委屈结婚 姐姐自然就不会出生了 爸爸不顾女儿情绪 还在那一有为金 坦言当初怀上女儿就是个意外 如果去堕胎的途中 汽车没有抱胎 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平庸 尴尬的气氛在屋里蔓延开来 爸爸想着她那美光灯聚焦的生活 她是被妻子耽误的明星 妈妈呢 想着她为世界医学做出的贡献 她是被丈夫耽误的神医 姐姐嚎啕大哭 她想着自己怎么那么倒霉 出现在这个世界完全是个意外 本要被堕胎的自己却出生了 更是个笑话 姐姐决定离家出走 自己本就是多余的人 不配在这个家里 爸爸妈妈贪作在地 他们聊了好久 感觉两人的婚姻维持到今天 本以为都是为了孩子 但女儿的愤怒 让他们意识到 两人根本就没为孩子做过什么 这让他们怀疑自己在坚持这段婚姻的理由 不过是个虚假的幻想 爸爸回到客厅 对儿子说要和妈妈分开一段时间 小黄来到姐姐房间 发现姐姐正在愤怒的打包衣服 小黄指着院子里的两个土堆 表示那下面就埋着自己 他和大白玩坏了自己所在的地球 便抛弃了他 因为这个平行世界里的大白和小黄刚好死了 所以两人来到这里 埋掉自己并取而代之 其实人的出现本就没有目的和意义的 人也不属于任何的地方 我们只要在初生后珍惜眼前的生活 就足够了 不是吗 你也不用去纠结另一种可能的生活 你之所以成为你 就是因为你之前的无数随机选择 偏差一点点 就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就像埋在花园里的爷孙俩 那和你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的人生是唯一的 而且确定的 它就在我们的眼前 电视里的声音依然在吵闹着 此时的一次元电视上 正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平行世界里的爸爸 嗑药之后呢 有点精神恍惚 赤裸的身体骑着电动车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大家都很好奇 他到底要去哪里 另一边的妈妈住在厨房 正欣赏平行世界里的自己 平行世界里的自己满脸哀伤 成功的事业背后 却是空虚的生活 不过妈妈觉得 这才是他该有的人生 只有无敌的人 才会寂寞 电视里的明星爸爸 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他按响门铃 与此同时呢 一声妈妈家的门铃响起 他打开房门 眼前站着的 正是高中之后 再无焦急的明星爸爸 明星爸爸痛哭流涕 他对妈妈说 其实我从高中就爱上你了 我讨厌表演 我讨厌药物 我讨厌其他女明星 我真希望高中你没有多胎 我一直在想 我们本该在一起 然后现在会是怎么样 电视里成功的两人 再次拥抱在一起 最渴望的生活 永远在别处 最爱的人 永远不在身边 多少人兜兜转转 唏嘘半生 默然回首 最需要的人 最适合他的生活 其实就在 他的身边 我讨厌表演 我讨厌表演 我讨厌表演